Hello 大家好 我是玄美 这是我的揪咪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 试镜妆怎么去画 因为我刚刚是在清门 然后又要面临新名乌座 所以现在需要去试镜 想说借这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眼门的试镜妆一般都是怎么画的 首先试镜呢是要去见导演 见制片人 见头上各种 他们其实不希望看到 你已经画了非常精致 非常浓艳 非常完美的妆去见他 他更希望看到的 其实是你本身的样子 需要看到你 看清楚你的长相 这个试镜妆不仅适用于去试镜 还可以适用于你平时的生活 因为生活中嘛 我们还是要回避到生活本来的样子 让自己的妆容更清淡 更单净的是最好看的 在我的观众里边 首先涂点防晒 防晒涂完了之后 涂这个格鲁 这个格鲁是隐形毛孔 特别的特别的神奇 上来之后我们上 我们上气垫 其实这个化妆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快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遮瑕 这个衣服下遮瑕 是我永远化妆眼离不开的一个单品 让我们看一下遮瑕黑眼圈 三四十个大眼 然后毛成的黑眼圈 我觉得应该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够恢复出来 有一个遮痘痘很好的方法 就是等到脸上所有的痘痘 给它点点去 点上 给它干 一遮上就把它推开的话 就会特别容易掉 所以你可以遮上 等它干一会儿 干一会儿再推 下一步就是给你装 多余的粉末要闪掉 不要让眼神的妆感太重 好 然后下一步 有三个颜色 我可以选择最深的一个颜色 填一下我这些眉毛的框处 因为追求的是一个自然的效果 所以就不能用眉笔 我就画一下眉尾 然后轻轻地扫一下眉头 这需要做的是给眼睛 眼睛打一个底 我们选择这一款 选择这一款的用指腹就好 用指腹轻轻地点上去 达到的是一个它不阴桩 不阴桩的一个效果 特别重要的一步就是 打阴影 也是选择这个 虽然我们画的是一个近似 类似于素颜妆的一个妆 但是呢 我们该有的轮库还是要用 也不能画太重 因为今天这个妆 整体来说都比较清淡 鼻头要往前修一点 这样的话会 显得鼻子会有点 嗯 省 首先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我需要打阴影的地方 就是这两边 今天我这个妆基本就完成了 为什么没有画眼线 就是因为让眼睛要保持干净 还有眉毛其实也挺干净的 现在就差 涂一个口红 这个色号 有点被磨掉了 看到 然后之后我会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因为它只剩这么一点的 我记得上是徐初月用的 也是徐初月口红 用这个颜色来打底 然后我之后会用到这一款 这款也是之后分享给大家 为了结尾时尊 然后今天的妆容呢 就算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款妆容是非常非常的清淡 然后又能看清楚 脸上长得五官 对 非常的清楚 对了 还要把这个耳根也摘下来 好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把头发打理一下 其实打理事情的时候 最喜欢的就是 能看清楚脸部的轮廓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把头发扎起来 扎一个马尾 扎马尾的你 最好就是把头发 稍微偏分一点点 这样再扎起来 会显得头顶没有那么的塌 顺便吐藏一下这个红梳子 这个红梳子是我妈给我买的 那就希望我能够活活活活吧 两边最好留一点头发 来修饰自己的脸型 我刚刚去给自己换了一身衣服 一个白衬衫 一个牛仔裤 一个小白鞋 好了 拜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救命 给大家打算招呼 他也在拜拜 拜拜